人力资源发展基金早前爆出了三亿令吉滥用风波后 人资部长古拉今天在揭发 部分资金是在没有知会董事部人员的情况下 用来支付红利还有高薪给特定的管理人员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管制监督委员会首席执行员 也因为这种现象两度向警方报案 人力部长古拉今天在首都发布 人力资源发展基金管制委员会报告时透露 该基金会有一笔数额庞大的资金疑似被挪用 当中部分被用来支付特定人士的高额薪水和红利 滥存问题证据确凿 对此委员会首席执行员伊人杰兰 已经在几天前两度向警方报案 古拉也指出根据报告基金会出现多项滥权问题 包括管理层的支出超过董事部选限 批准的项目超过限额等等 至于遭滥用资金的确实数额 部长不愿意透露 同时无法公布涉案者身份 以免影响警方调查 因此这宗人力资源发展基金遭滥用总额 是多或少于早前所流传的三亿令吉 还是个未知数 至于三名董事在事情曝光后自行离职 古拉强调一旦证实他们犯罪 当局将采取相应行动 感谢观看